Yes! Hello! Hello 大家好 Welcome to WinFormation! 大家其实能看到我们今天的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平常我们都不会做的化妆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特殊嘉宾啊 是非常特殊的 他是一个非常有重量级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特意的跟平常不一样 就是化了妆弄了头发过来 因为非常开心可以拿到这个节目 因为就是一直都不邀请我 越往后越重要嘛 对 所以杨阳是不重要是不是 对啊 杨阳是王内玛 好那首先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Wissey的Lucas 黄俊熙 对我已经在VV已经两年多了 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让大家更了解 WingWing 还有我的室友 对 对 还有很多这种 给我们提问的问题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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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个这个 这个怎么样 这个很有意思啊 这个 谁第一 鸡蛋还是鸡蛋 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 你看啊鸡蛋啊是肌肤的 鸡呢是鸡蛋变的 所以我觉得是 先有鸡 哦 你觉得是先有鸡 你呢 你觉得呢 其实我是觉得 先有鸡先吧 我们是从这个 细胞组成变成 有生物 那这样子的话 那是不是先有鸡 先有生物 之后它才有这个 生出来的鸡蛋呢 我觉得是先有鸡蛋 因为你看它得有了一个鸡蛋 它才能变出来这个鸡 我觉得这个鸡蛋啊 你叫孙悟空吗 孙悟空不是从石头里面送出来的吗 孙悟空不是从石头里面送出来的吗 但是 所以说是先有石头才有孙悟空 也行也行 也行 第二个问题 让我来找找啊 好 有没有关于Lukas的 哦 找到一个 这个挺好见的 这个可以 Hello Lucas What do you do to relieve stress from working all day 你不是睡觉吗 还是吃辣面 是 工作之后呢 你要懂得去怎么去放松啊 然后去怎么去分享你们的那种压力去分散 压力变成快乐 最重要的还是这里啦 还是 要有脑子 对 要脑子 那我发现 大家都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你们有为什么 哦 你看你现在是不是笑得很开心 哈哈哈哈哈哈 诶 是WingWing cute 不是 他写的是 是Lukas cute 哎呀 这还用说吗 当然啦 当然啦 你先来说一下 我哪里有可爱的 就是我感觉好像最近 好像续细好像 他变得 这样 懂吧大家 大部分时间也是一个 就是很热情啊 很帅的人 但他偶尔最近会开始 不知道是不是学德剧还是怎么样的 哈哈哈哈 这样 懂吧大家 但是啊 通常啊这样的情况啊 都是自己不觉得 然后别人才是觉得 对 这样才是真正的可爱 你知道吗 所以你也知道你也很可爱吗 哦 啊 哈哈哈哈 什么时候我刚来VB的时候 那时候续细他老说 哎呦 你怎么这么帅啊 我有三个版本 要不你先来 就是最早以前的版本 你夸我帅 你怎么那么爽 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你也很帅 为什么这样 然后最近拍摄的时候 哇 你怎么那么帅 因为我已经听了很多遍了 对 哦 好开心啊 谢谢谢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就是 说对方可爱的时候啊 是代表你喜欢他 就是你喜欢这东西 喜爱这东西 所以你才会 说可爱 对 你们也非常可爱 哈哈哈哈 喜爱这东西 对 不一样的 对就是比如他做了什么 你也会觉得 看一看 对他不管做什么 你都会觉得哇好可爱 对 就算是打了个喷嚏 也摔了个脚 你叫她很可爱啊 又被她咬烂东西 哇好可爱 哇你好可爱啊 哇你好可爱啊 第四个问题 看有没有关于我们团队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吗 嗯 你来什么吗 第一个杨阳 或 曼内 哦 让我选哪有更好是吧 哇杨阳当队长 我们队不就是 曼内 对啊 玩吧 来啊 曼内 再拿过来一下 他没有做个吃的 就是这样子吗 对啊 哇他还不是忙的 他很管家了 他也非常去 乐于做人啊 乐于做人 热于助人 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了 到现在为止啊 到现在为止 哎 这个你们挺挺好的 这个很有意思啊 请问大家有没有看肖俊演的 欢迎光临高中生 会不会觉得尴尬或者好笑 你有看过吗 哈哈 我们看他表演 会很尴尬吗 因为他我们很熟嘛 因为他里面演的是一个 对 高冷的那种 但他本人又是用一种 这样的 对 但是我真的确实有看过一下 真的很适合做演员 对 而且他平常其实也会 很观察的生活 先看一下他这个 演的怎么样 好 哎 长颜 哎 哇 哇 再装帅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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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不是因为我们太了解吧 对 看上去有点 他这样子一做 我真的真的惹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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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完全是反方向心 对啊 平常八卦跟弱脸 小白色迷了 突然画这么好 什么意思 为什么他 为什么他不上课啊 对啊 别人在上课他为什么在操场八卦 讨课 这是 你在搞什么 搞艺术 保安时 保安时 在操场八卦 但是他这个画面就是这个 看了一些整个 你觉得 肯定是非常帅 对但是呢 他有一些场景啊 就是因为我们太过的了解他了 所以就是 啊 你这么麻啊 这种感觉 我觉得 对因为我们 一直在他上面每天都在一起嘛 就是如果你们有压力啊 像我前面说的 你就可以去看 或者去看 光明光明高中 包補你的压力会 消失掉 今天的主题咯 How is Lucas ask your roommate 他是怎么样 哇哦 其实我俩是一直是 做住一间房 在房间里面啊 的性格其实是很大的 因为之前我也有讲过嘛 就许希他是 最细心的一个人 哎 他会观察我们每个成员的 这个变化和这个心情 我觉得我有一个缺点啊 很缺点 我睡觉的时间太不定时了 我一睡然后明明又不敢出太吵 因为他真的是家人住在一起的感觉 就是跟弟弟哥哥的感觉 比如我没有关窗户啊 穿帘啊 然后他就会睡觉之前就会帮我 关啊 有时候我先睡了之后 把所有灯啊 关掉啊 他还有一次帮我整理床单 哎呀 其实一开始 真的是我失误了 一开始我们不是搬到这个地方嘛 那时候你不是在路跑南嘛 对 那时候是我在弄选房间 你应该是大一点啊 哎呀我应该不是 我们这个 哎呀 太小了 咱们应该跟Ken和Hedry 但是我一个人打过他们两个人 你要回来了 我们就还能够查过他 我要这里 但可能Hedry的房间可能大 但是他们其实也很空 比较的 寒冷 对 我们房间很温暖 已经做了两年多的室友了吧 嗯 优点就是 很会去想对方 我们俩就是有一个习惯就是 关门的时候特别响声 哎真的 我听得 听到别人的房间 我跑跑跑跑跑 缺点 我们俩都有啊 说梦话是不是 对说梦话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 其实说实话缺点真的是没有 我们应该下一次也是我们两个一起住吧 肯定 那如果不是我的话 你会选谁跟你一个房间 都很好 但如果还是选的话 还是选你了 但其他人其实都有一些 需要去适应的地方 但是我发现我真的是 可能是不可以跟 坤一个同一个房间 就是因为 他没有闹钟了 一直想 一直想 然后他一直不行 每次都是Henry的 哇洗床 然后他才洗 嗯 坤哥那个房间 其实大家也经常听 他们三个人互相抱怨 但他们三个真的是非常特别 我们两个在自己房间 然后听到 少俊说 哇 我很酷呢 然后 啊以前几天是不是 然后坤哥就说 哎 这他买了一个音响 然后可以自动就是 播放音乐这种的 他说 欸Siri 请播放什么什么歌 然后少俊说 哎 好勒啊 不能别吵啦 然后坤哥就一直跳 就是很热闹 然后羊羊就是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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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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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现在这边 已经很完美了 所以嘛 我们俩就是做一个游戏吧 对 今天我们要进入Mate的末期游戏 好 好 那我要现在就是 来考验一下 我的室友啊 到底知不知道 我每天在房间里面干什么 这就是很简单的 对 肯定给你答对 那首先先简单一点的 我在家里 最喜欢穿什么 很简单 对 浴袍啊不是吗 对啊 因为他最近每天他都穿 他只要在家里啊 他都会穿 要么就是不穿 不是不穿就是 对我真的是不穿 对就是不穿 好你这样这么说那就不穿 对 要么就是穿他的那个浴袍 没有习惯穿那个上衣 对确实会不舒服 因为我真的是 不喜欢那种衣服的感觉 就是因为你转身会什么 动的时候会摩擦 他会好像拉住你的感觉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特别不喜欢你 但是因为最近啊 就是冬天的原因啊 因为冷 冷家里也没有 那我也不可以不穿嘛 那所以我就穿那个 浴袍 浴袍 浴袍很方便 对 躺到被子里头再把浴袍脱掉 对就是 洗完澡直接套一个 然后你就 什么的 然后睡之前就脱掉 就挺好的 对 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哦 OK好 第二问题 我为什么最近啊就是到深夜都不睡 你最近 你不老这样干嘛 也差不多 我最近你最近啊 嗯 那其实我一般睡的都比你晚嘛 其实 你最近不都看那个吗 看韩剧 对 我在看韩剧 对 昨晚你在看 对看一些 就是 就是这样的 最近在看那种 action片啊 就是 但是 你昨晚也看了 对我昨天看到六点多 对啊 你昨天看到六点多 对啊 我就是 着迷了 就是看 快看到大结局的时候啊 我就停不了 我以为你睡了 那因为我 我戴了耳机 然后我盖杯子嘛 所以你也看不到我在干嘛 对对 其实啊 还有啊就是啊 我有个信号 就是我们床头都有一个小灯 我们灌了大灯之后呢 我们两个小灯都会开掉 自己玩手机啊 玩一会啊 什么的 看视频 突然某一瞬间 某一个人 对方一关的话 就是代表 这个人 他要睡 这个人他要睡觉了 只有我们室友的 小密码 好 我的问题是 我最近晚上都在玩什么 手机游戏 就是 他有一天 在我们群里面 发了一个什么 叫弄西瓜 掉那个水果下来 然后 你要把它们拼起来 变成一个大西瓜 然后最近我们的 威逼成员 还有我们的 经纪人 都在玩这个游戏 对 我昨天有一个超高分的 你多少分 有没有吓到我 我真的是一千 有吗 一千三百一十七 我不是吹牛啊 昨天拼了一个大西瓜 嗯 然后我再拼了一个 Coconut 那你们现在都超了我 我一开始玩嘛 我第一把嘛 我就打了我就拼一个西瓜 然后八百多分 然后我以为 我也是八百多分 对我以为拼了那个西瓜 我以为就结束了 结果他一直 他就可以一直玩 嗯 结果现在所有人都超了我 像坤哥和德俊 他们也都一千来分 你也一千来分 我也一千来分 可能我推荐的就是我打罪了 没有啊 你很多游戏你都玩得很好 嗯 谢谢你来为我 下个问题 你来吧 我读完了 你能读两个啊 哈哈哈 对啊 我第二个问题是 我一般穿什么睡觉 这个其实很简单 哎这个 维持不变的 这模样也是跟我有点像 他也只是穿条裤子 不知道大家这样听吗 知道会不会嘴很奇怪 为什么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大家会 因为有些人 他真的是穿那种睡衣睡觉 有啊会有 可能会有就是 他们穿习惯了 他们就会穿睡衣睡裤 TAM不就穿睡衣睡裤吗 没有 他也没穿 他也是一个T恤加一个短裤吧 对我们都没有人穿睡衣 就没有去专门买那种叫睡衣睡裤的产品 感觉睡 就是你有睡衣的话 感觉你睡觉就很高级 直接盖一个被子 我们都是这个大自然的 对 对 其实真的睡觉之后啊 不应该穿任何东西 你要去解放你自己 就是把整个人都放松掉 嗯 行啊超多了 不然播不了 对 今天这个期节目也就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 那我们还是按照惯例问一下 今天这位重量级嘉宾的感想 好 今天呢非常高兴大家邀请我来这个节目 然后我也希望下一期也可以就是Winformation可以一直做下去 然后最近Luformation Luformation 也可以拍一个 对也可以 对我们可以延长这个东西嘛 对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多多支持我们 下一次希望可以再来这儿啊 我都不知道也不会下一期 对啊 对于我们有任何的问题或者疑惑都可以在评论下方对于我们留言 然后呢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拜拜 谢谢